早安,CAS 歡迎來到Studio 6兒童畫室 今天想分享這支柯品的鉛筆 是早兩天在廣益經過的時候發現的 這支是來自柯品品牌的2B鉛筆 它是Made in Japan的 它比我們用的比較粗 你拿著的時候手感也會墜瘦 筆鋼連心的闊度是有1.2cm 軟軟的長方形的設計 我想用這支平常用的斯德樓的2B鉛筆 它是德國的品牌 筆身是以六角形設計 柯品這支由於是比較闊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cutter來削尖才可以使用 讓我試一試給大家看 當然感覺是比較沒那麼方便的 需要用cutter去削尖 但感覺更加輕微更加傳統 而且感受到這支鉛筆製作是非常精美的 這支斯德樓的鉛筆 我們用基本的鉛筆刨尖就可以使用了 我現在先用一下柯品這支的效果 因為它比較敘手 握上去是沒有平常使用斯德樓那麼快 不過寫的時候感覺都很滑順 而且握上去的時候 化色效果理想 現在試試畫圓形的曲線給大家看 畫上去的感覺都舒服 由於是自己用cutter來削尖 相對的感覺是沒有那麼平均 而且非常容易控制 我現在試試用斯德樓這支 由於它比較輕身 感覺是比較瀟灑的 化色效果非常理想 我試試畫圓形的效果 由於它是用圓筆刨 感覺是比較平均的 而且非常容易控制 兩隻明顯比較 它的線條是比較幼細 讓我拿過來給大家看看 你看到柯品這支感覺比較圓齒 而斯德樓這支比較仔細 比較公正 然後我試試用拆膠拿走顏色 可以看到用拆膠輕輕擦一下 就很輕易地拿走顏色 相對斯德樓的效果也很理想 再試用拆膠來印做一些淡化的效果 你看到兩隻比較 柯品這支感覺比較自然 而斯德樓這支感覺比較仔細 兩隻做淡化的效果也很理想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品牌的圓筆 質量都非常好 這次是平手 今天分享著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影片的朋友請Like我們的Facebook 以及請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Studio 6現正招生 歡迎月曰師堂 茶箱請致電9862-2102 多謝收看 拜拜